他是化工专业的高材生 却误打误撞进入翻译行业 他努力打拼创业 却依然步履艰难 面临危机 当他终于迎来曙光 在翻译行业做得风生水起 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 他却又毅然把全部身家 投入一个崭新的事业 这是一段经受坎坷与磨难的创业历程 更是一段承载智慧与勇气的奋斗篇章 风云传商为您讲述 欢迎收看 近年来 机器翻译热度持续 一些相关产品陆续推出 比如2006年谷歌翻译上线 2011年百度翻译上线 2016年腾讯推出翻译军 2017年阿里正式上线了 自主开发的神经网络翻译系统 阿尔发狗掀起的人工智能热潮 再次把机器翻译点化成了风口 在这众多的企业当中 来自成都的一家 已拥有仅次于谷歌的超百亿组 双语文字数据库 一军突起 惊艳业界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这家企业 四川易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EO马帅做客演播室 一起来聊一聊这一话题 马总你好 欢迎做客我们的风云传商 我想知道 其实现在市面上很多这种翻译软件 像百度也好 像讯飞也好 微信也好等等 那么我们这款软件 它究竟有些什么样 不同的一个特点和优势呢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其实我们市面上 大部分的这种翻译软件 它的优势更多是在于语音识别 然后针对的是一些 日常的这种对话式的 或者一些普通交流的 而目前比较缺乏的 可能是针对一些更细分的 专业领域的一些软件 特别是比如说我涉及到这篇文章 可能是医疗的 可能是法律的 可能是化工的 可能是IT的 不同专业领域的文档 而且是文字方面的一个翻译 我们能够让它更快速方便地 把整篇的文档快速地翻译出来 怎么个快速方便呢 那像其他这些软件 它也可以同样去翻译这些文字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大家可能都用过 谷歌翻译或者百度翻译 但是大家用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只能支持纯的文字 比如说一篇文章它是一个扫描件 我要去先把它录入 要去排版做好 里面的表格这些图表 我如果直接发进去 它会变成一堆纯文字 没有上下文关系 这个实际上我是没法用的 所以翻译完以后 我还要去做以后的排版 所以说我们现在 针对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用户他可以直接 整篇文章直接拖拽到 我们这个翻译软件里面 在一分钟之内 他可以把一个上百页的 PPT PDF等等多格式文章 翻译成32种不同的语言 而且可以保持它的格式排版 相加文关系是一样的 就是高保增 而且所见即所得的这种方式 异讯科技面向国内外企业 打造出了一款 具有行业标杆性的 大数据人工智能文档 翻译软件云易通 软件融合了计算机视觉 OCR 自动排版 NLP等核心技术 此外云易通系统 嵌入了Deep Learning技术 也就是说 机器翻译模型进行深度学习后 可以不断提升翻译准确率 用户使用时间越长 术语越精准 表达越地道 首先其实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它其实要保证翻译的一个效果 它取决于几个要素 叫做算法 算力和数据 然后数据是更重要的一个文卡 它就像做一盘菜一样 就是你的首先原材料好 那么你加工出来的口味就好 那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其实来源是跟我自己的从业经历有关 因为我在这个翻译行业 传统的翻译行业深耕了16年 一直在这个领域去做 而且大概在8年前 我就开始在做这个数据的积累 其实我的经历还是比较传奇的 应该讲 就是我自己本身其实是学 我本科的专业是画工 怎么会就想到去做翻译这块了 这个其实是因为一些机缘巧合 因为我当时是我们川大96级的 然后2000年本科毕业 因为我那会儿其实是 成绩在我们年级是排名前三 本来是保送我们本专业的研究生 当时其实毕业的时候 也拿到了比较好的一些offer 但我当时的想法是 准备到美国去深造 去读一个硕博联读 继续学画工方面 对 但因为当时我 因为家庭条件的问题 就是非常穷 所以我当时选择就是临时到北京 先找了一家工作 边工作边学外语边准备考试 经过了八个月回到成都 参加了托福GIE的学习考试 而且拿到了美国四个大学的offer 两个学校的全奖 当时就想 那我的人生就会发生改变了 我说到美国去学习深造了 但是当时上天又给我开了一个玩笑 因为那一年恰好发生一个事件 就是911 911以后因为我们那个花工专业 以前是很好出去的 但遇到那个时候就变成敏感专业 出不去了 出不去当时没有办法 好多工作机会也没有了 然后保研机会也放弃了 心里特别失落吧 心里特别失落 我当时讲 我说我一生其实我也挺老 就怎么这么倒霉 这么倒霉 上天对我这么不公平 一时的失落只在马帅的头脑中一闪而过 他就马上振作起来 生计问题没有时间让他去颓废消沉 为了养活自己和补贴日渐年迈的父母 他必须马上投入职场 而且找一份高薪的工作 然而这对于一个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来说 并非易事 我当时一个发小 他就给我介绍他去做翻译 但是兼职翻译做了好几年 后来发现确实也能挣钱 但是相对来说 自我的成长会有一些束缚 因为你是做兼职的话 那些翻译公司他不会专门去培训你 所以后来我就到一些翻译公司 我去做了一段时间的专职 大部分的翻译公司的老板这些 他也感觉 因为当时客户很多也不懂 对翻译东西他也很难去判断质量 大家就说反正呼了过去就行了 你就快去做 但我是觉得这个不符合我的价值观 我当时就在想 如果有一天我自己出来做一家翻译公司的话 那我会怎么去做 我一定是要去做一个精品的翻译公司 所以说在2006年的时候 就遇到这样一个机会 因为当时我的 以前长期做尖职的一家翻译社 他的老板两口子 他们后来移民加拿大了 当时就准备把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我觉得挺可惜的 后来就东平西抽了一个十万块钱 就把这个公司盘下来 机会出现在2009年 当时我们通过各方面的努力 我们终于成为了中石油的一个供应商 翻译的供应商 但是当时中石油已经 已经在我们之前已经有18个供应商了 我们是第19个 一个小的一个供应商了 只能做点边角工作 因为我们以前知名度不大 没有什么大客户 都是一些中小客户居多 中石油这个是一个大客户 我们想如果跟他们签上一年少说 怎么也得做个几十百百万 事实呢 事实是很残酷的 我们一年下来去结算 整个单子148块钱 然后机会来自于09年的12月份 那个时候当时他们就邀请我们过去 他说我们现在有个特别大的项目 邀请你们来过商务谈判 我当时一想 我说这个还是一个 为啥这次把我们叫去了 对 为什么 后来我去了 我才发现 原来前面那十七家公司都不做 原来这次的翻译工作 涉及到整个中石油 在土库曼斯坦最大的一个油漆田的项目 当时项目刚刚完成 进入验收环节和交钥匙工程 项目的翻译量有八万多页 其中三分之二是俄语 三分之一是英语 而且大部分的资料都是PDF格式和扫描件等 后期的输入与排版量非常大 这个项目如果正常完成 周期至少一年 即使加班加点 日夜不休 也必须得半年时间 然而 当时甲方给出的交建时间是两个月 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时是什么呢 人家这个首先是后付费的 不是先给你钱 对其他公司来讲 都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风险的一件事情 但对我来讲 我当时觉得这个其实既是挑战 但同时也是一个机遇 就静静思考 我说这么大的量这个分析东西 我说一定有相应的一些捷径或规律 我说我们如果用传统的思路和打法去做 肯定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完成的 但是我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 所以我当时就是想 我以前在大学里面对编程的能力 或者对这个事情的判断 其实就发挥作用了 我专门花了三天时间 把这些资料做详细的研究 我就找出其中有很多规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先去找了我几个大学里面编程最牛的同学 我们成立一个紧急的工作小组 我们来做相应的 编了一个简单的程序 把里面的文字内容提取出来 然后把相应重复的部分去掉 然后把相应需要翻译的部分抽取出来文字 然后再找专门的一些学生 这些志愿者过来帮我们做格式排版 这个项目最后很好的 是在最终的一个时间节点 在它最后交的前一个小时 我们顺利地把这个项目交付了 而且当时土方的那个总工程师 给我们了一个优的评价 的确如马帅所料想的那样 这一项目的成功 不仅使他赚得了事业的第一桶金 而且其公司在翻译界一炮而红 业务分支踏来 经此一役 马帅意识到了用技术提高翻译效率 以及数据的重要性 彼时中国已经有超过7万家翻译公司 日常活跃的有5000家 马帅跟其中2000家都有过交流 这些公司各个领域与语种不一而足 马帅汲取他们翻译最好的部分 或合作或购买 逐渐积累了一批庞大的翻译语料数据 2015年底 马帅从传统的翻译公司转型 成立了一家专注于跨语言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科技公司 义讯科技 主攻人工智能文字翻译领域 其实可能前五到十年我是在为自己打拼 我自己也达到了我当时想要的一个效果 但是我在想我未来的十年我要做什么 还有什么事情能够像当时我们做图克曼项目一样 或者做其他项目能够让我再有那么大的激情 和投入度去做这个事情 我相信后来我找到了答案 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是未来十年 我是要成就更多的人 我要去造福更多的人 经过八年的数据与技术积累 义讯科技构建起了全球语言大数据中心 除了推出云逸通这样的通用产品之外 义讯还提供定制化的人工智能翻译解决方案 2018年5月 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试用云逸通demo版本 2018年7月云逸通正式上线发布 正如马帅等人所预料的那样 云逸通以支持各种格式文件的全文翻译 且不用排版 与调教次数越多 翻译越准确等优势 一经推出就好评如潮 大获成功 您现在这些客户的包括哪些领域呢 我们的领域还是比较广的 工程 医药 教育 法律 新闻 贸易等等 各个领域都有 未来其实在领域还会延伸 因为现在其实包括我分类 可能还没有分得那么细 像工程可能是一个大类 但实际上工程可能又有建筑工程 有路桥工程 有水电工程 它每一个又不一样 未来我们可能把这个专业细分的语 会把它分得更细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让工作回归创业 把繁琐留给科技 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价值观 就是我们一定是要做一款产品 不管是我们将来人工智能 其他的延伸服务 我们一定都是通过科技的力量 让人类去超越繁琐 让它去专注于有创造性 有意义的事情 未来可以预想一下 凡企业必跨国 凡电商必跨境 我们其实未来可能就是构建了 一个大家共有的一个生态圈 然后能够让这个人工智能 去赋能各个行业 真正把传统的行业 可能一旦加上智能 加上这个跨国的语言服务 它就会有不一样的想象空间 它有很多新的机会 我们未来其实在这个上面 会去做很多的努力 云易通拥有160亿句 约4000亿字海量语言服务行业的 高质量语料数据 全球仅次于谷歌 在业内拥有显著优势 在马帅看来 目前面向企业的人工智能翻译 还是片蓝海 只要是通过人工智能 及其他信息技术 解决跨语言信息交互的问题 最终就能实现 全球无障碍语言沟通 而马帅和他的团队 正是这条路上的 探路人 实践者 他们希望用自己的科技 与努力链接世界 改变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